将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开 将蛋黄和糖混合 并搅拌至发白 加入面粉 然后加入筛过的淀粉 接着混合搅拌 如果很难用打蛋器搅拌 那我们可以使用木质的刮铲 为了把它打发 搅拌时加入一点盐 把打好的一半蛋清 加入到事先准备好的混合物中 立刻进行搅拌 然后慢慢倒入剩下的一半蛋清 沿着容器的边缘倒入蛋清 可以使蛋清不被弄碎 将混合物在垫着涂了黄油的油脂的盘子上铺开 然后烤制10分钟 烤的时候要注意烤制成金黄色 把纸抽出来 用布把还热着的蛋糕卷起来 这样可以使蛋糕卷起来 而不会断裂 待蛋糕冷却 再把它展开 并在它的表面均匀地涂上果酱 果酱不要涂得太多 以免从其他的地方露出 再次把蛋卷卷起来的时候 不要卷得太紧 您可以把蛋糕的边缘切掉 并撒上一些糖粉作为点缀 使它看起来更漂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